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申请提交前一般没有关系 签证的DS160表上也是问到是否你已经提交了移民申请 不是问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 顺便说一下 有的人讲到有90天的规则 现在有人很紧张 说我入境美国 比如说第一次入境 用B签证等等非移民签证 入境以后90天内不好提交移民申请 这个是有道理的 谨慎一些可以好一点 但是说 比如说我用F签证 后来第一次入境以后 我后来又离开美国了 后来又再回来了 那每一次入境以后 我是不是都需要过90天才能提交移民申请 认为没有这个道理 比如说有的人他已经提交了移民申请 如果签证还有效 他还能不能用这个签证再旅行呢 那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已经提交了都可以继续用比如F签证来旅行 那你用F签证不是第一次 而是过后第二第三次进入美国 入境以后不到90天再提交这个移民申请 当然也是允许的 是可以的 这是一般情况 如果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可以问我们 那么我的I140申请提交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要看你现在在美国是什么身份 拿什么样的签证 如果是工作签证 比如H签证 O签证 L签证等等 那么本人以及配偶当然都没有关系 可以有移民倾向 签证不会因为移民倾向而被拒 这个我们也有亲身经验和观察 包括我们律所的同事 包括我们的客户 不管在I140提交以后是已经批准了 还是还在判定期间 再申请新的 比如H签证 O签证等等 都没有问题 可以顺利批准 那么对于更多的潜在申请人来说 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学生 访问学者 那么在你的毕业以后OPT要结束了的时候 或者J1拿了一段时间以后 可以考虑呢 转成这类的工作签证会更灵活 当然了要转业有限制 是吧 这个因人而异了 还有一点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提交的这个职业移民的I140申请 这个呢 不算是配偶和孩子的移民倾向 不影响配偶和孩子的非移民签证 比如说 那我交了移民申请 说孩子要在美国上学想申请IF签证 或者说配偶在上学用IF这签证行不行呢 原则上是可以的 当然了也不影响他们提交其他的签证申请 如果是大家都交了I485以后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但是话说回来呢 大家都交了I485 那么距离拿到绿卡一般来说也就不远了 是吧 有更多的方便便利 你可以用EAD工作 可以用Advance Perot来旅行 接下来呢 护照上面的签证 是要在境外美国的使领馆申请贴在你的护照上 和你的身份不一样 是吧 这个签证呢 是说你出入境 用来入境美国 它这个有效期是多长 对吧 签证过期了呢 你的这个签证身份不一定过期 那么在这里呢 比如说你提交了I140职业移民的申请 然后呢 留在美国境内 没有出境 你仍然有可能延期你的签证身份 或者转换签证身份 这个呢 都需要填写I539表 我们有另外的视频说明 这个是向美国移民局来申请 因为是你在美国境内申请 在境外申请这样的签证呢 那是向美国国务院系统来申请 这个呢 处理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单位 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在提交了I140申请以后 如果在美国境内不出境 仍然可以保持你的F1 包括OPT或者J签证或者B签证等等的 非移民签证的身份 其实在境内 如果你护照上面的签证仍然有效呢 一般来说也可以用你有效的签证 离开美国并且返回 比如说我的F签证五年有效 哪怕提交了移民申请 然后呢 包括OPT期间 我还可以离开美国 然后用有效的签证再回来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485判定 那是另外的事情 需要另外注意 一般来说要拿到这B签证以后 再离开美国比较好 那么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常识 common sense的问题 是吧 你说我的签证 你看贴在我的护照上还没有过期 可是这是我的学生签证 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 然后OPT也过期了 我还能不能用这个学生签证呢 那当然就不行了 是吧 那个道理很简单 我有一张旧的工作证 是以前在Google工作的 我已经离开那两年了 你看这工作证没写有效期 或者有效期还没到期 我是不是能用这个工作证 证明我还是Google的员工呢 那当然不行 类似的呢 如果你的H签证 O签证 L签证等等 这个签证身份呢 是和你在美国某一个特定公司 雇主联系的 那你离开了这个工作以后呢 护照上的签证 哪怕呢过期日期还没有到 一般来说也不好继续用 对H签证另外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我们也有另外的视频讲到 比如说 你原来A公司给你申请了H签证身份 然后呢 你用这个身份办了你的签证 后来呢你又转到B公司去工作了 那这个呢 是可以不用签新的签证的 可以看我们另外的视频 当然这个移民法嘛 因为你在不同的情况下 具体的个人的案例 这里呢关于F签证我们讲一下 在OPT期间你的F签证 如果护照上这个签证业没有过期 还可以用 比如说现在呢对于理工专业 STEM专业的OPT呢还可以年期 一共呢有三年的时间 那在此期间呢可以在美国工作 出入美国探亲等等都可以 那经常有人问到说 哎呀我在美国的签证身份 还有一年两年就到期了 我要是提交了绿卡申请 到期了绿卡没办下来 我应该怎么办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要是没有提交绿卡申请 你的签证到期了 不是一样仍然要有一个 接下来的出路的问题吗 那也不是说你提交了绿卡申请 对你有不好的地方 你不管交不交你的绿卡申请 你现有的签证到期了 都要有一个延期转换的问题 那么对于比如拿F签证 或者这签证经过豁免以后 可以用工作签证 当然你也可以离开美国 过后再回来是吧 接下来呢更重要一些 更新一些的内容 提交了I140申请 或者I485申请 总之办了移民以后 然后离开美国 然后说我要想签新的 比如说所谓十年签证 这个B签证 是吧 或者我要想签新的 J签证 F签证 我能不能签下来呢 我们一般的回复 是这个事情比较难 因人而异 那肯定有一定难度 但是也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签证吧 严格上说嘛 那是非移民签证 不能有移民请向的 你已经交了移民申请 怎么样才能拿到 非移民签证呢 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有的客户 曾经在美国期间 交来S85 后来呢 因为个人原因 打指纹的时候没有去 交的S85就作废了 后来呢 他又回到中国 一段时间 然后又想回到美国 完成这个绿卡申请 他就申请了B签证 也顺利得到批准了 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吧 这个坦率的说呢 如果钱比较多 收入高 资产多 工作比较好 相应的呢 就比较有利于 拿到这个签证的批准 当然你不能隐瞒事实 有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你有利的 你可以强调 比如在中国 有很好的工作呀 都可以说到 总体来说呢 虽然不容易 我们还是见到一些 在提交了移民申请以后呢 在半非移民签证 得到批准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再讲一个 会有利于签证批准的 窍门 一个办法 你在140 这种申请表上呢 你后续的 你可以选择 不在美国境内 办485 你可以选 领事处理 consular process 在美国境外 办移民签证 在140表上 选的就叫CP 而不是485的后续 那么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说过后 要再办新的签证吗 是吧 那签证申请表上 你需要承认 说啊 我已经提交过移民申请了 那美国移民官呢 一般也会问到 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啊 这样呢可以相应解释 你看 我选择的是CP 将来还要离开美国 比如在中国广州 我办这个移民签证 这说明了什么呢 你看我这一次到美国去 拿F签证 B签证 等等其他签证也罢 我并不准备就直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我在拿到绿卡以前 还有一个出境的过程 还要办移民签证 到时候还会有另外在广州的签证官来决定 是否发给我这个移民签证 所以可以证实啊 我这一次到美国只是短期访问 并不是极由这一次进入美国就拿到的绿卡 有的人会说这个听起来也没有那么大区别啊 一个法理的概念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可以有利于拿到这样的非移民签证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必要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 你可以这样选择 你选了CP以后也还是可以赶上485的 所以呢移民法比较复杂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伸缩的空间 至少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有利的途径 好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